一边吃便当 一边听简报 台北市长柯文哲13号中午 特别率领局处首长 到议会民进党团 报告水资源改善计划 因为翡翠水库专管 柯文哲决定要盖了 当这个三小时或六小时的雨量 如果集中在一个时间点上来下的时候 对于这个原水的浊度 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近来每逢台风暴雨 供应大台北地区用水的南氏溪 原水浊度就会飙高 一直喝黄澄澄的泥水 也不是办法 因此柯文哲决定花20亿 直接从翡翠水库拉砖管到进水厂 预计最快7年可以完工 但民进党团认为还是太久了 民进党团支持翡翠水库砖管工程 所需经费民进党团也全力支持 委市府尽速加速工程推动 务必缩短施工其成 政策获得民进党团支持 柯文哲承诺会成立专案小组 尽快和中央讨论还评 土地取得 工程经费等事宜 希望能缩短时程 彻底解决大台北民众的用水问题 海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廷采访报道 档浅 土地取得 档浅 登后 百分之登 原装